今天的獎題叫市民社區與日常政治 什麼是日常政治 日常政治跟政治有何不一樣 現在到四五月差不多是新政前新政府要上台的時候 那相關的是原住民族他們有提出部落自治的這個要求 那什麼是部落自治 可能有些朋友有去過東部參加過他們的一些紀念 事實上一樣是阿美族 可是在不同的部落他的年紀跟一些進行的細節都不一樣 那他們在一個部落裡面有自己的騎老張老 然後有一些生活跟經濟社區的運作 那再拉回我們這些所謂的漢人這邊 我們從很久以前可能從黃西那時候或者是臨時政府 通通都是距離我們非常遙遠 上而下的在統治我們的日常生活 然後我們現在對區域的概念是城市 可是城市事實上它是行政化分出來 像以前台中洲跟現在的台中 跟之前的台中縣台中市都不一樣 那你要說什麼鹿亭莊 岸南或者是海鮮那邊有日商要進步什麼 事實上跟我們日常生活是非常遙遠的 那你會在什麼時候聽到社區這兩次呢 可能就是黎明哥要被填品 黎明里的居民出來抗議 南屯區保全力 他們的泳泉 可能洗衣服 大家洗衣服的地方 要被填品 大家才出來抗議 大家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看得到社區的中英 可是社區其實是我們人與人連結 在居住的地方最緊密的一個社會單位 那我們要如何就是不要只在被迫害的時候 才有辦法站出來 我們應該從日常的時候 就去經營我們的社區關係 那好明文化行動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總理來跟我們分享說 好明文化接下來有什麼計劃在社區裡面 推動經營與居民的各種關係嗎 非常謝謝愛華大家好 很多人覺得對我應該不陌生 因為我也是哲文職工 那這個禮拜請容我由這個自己來 共商服務自己的團體 這樣子 我們來介紹好明文化行動 那其實我想要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這個組織 這個新型態的組織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做 我們想要做好明文化行動 那首先我們今天主題是要談市民 社區跟日常政治 談一個好國好明的文化想像 好那這中間有幾個關鍵字我想要來請教各位 大家覺得市民是什麼 我們 市民的英文就是citizen 對不對 我們 那社區呢 community我知道 所以 那你覺得什麼是社區 你們覺得社區是什麼 這裡是什麼 想想人文空間 對不對 想想人文空間 位於台中市的 中區 你覺得中區是一個社區嗎 是 那你覺得想想人文空間是一個社區嗎 我們 什麼是社區 你覺得什麼是社區 community啊 剛剛不是有人講community 什麼是社區 我們覺得什麼是社區 community又可以翻譯成什麼 通常中文又可以叫做什麼 社區 社區或社群 社群 對不對 所以其實是一群人 才會組成叫做社區這個東西 community不是東西或物品 它是由人才能組成 組合而成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群人在想想人文空間 這裡面 我們在討論事情 在哲學進行 我們就自成了一個社區 我們自成了一個社區 可是放大到外面 我們看到想想人文空間 這個我們看到是一個硬體的建築物 可是這個硬體建築物 在這個社區裡面 可能因為辦了不同的活動 它具有一個可以凝聚大家一些想像 或者凝聚一些共識的一種功能存在 它也其實就是一種社區 存在這個社區裡面 你如果用硬體來看的話 可能中區也是一個社區 可是你再放大來看 其實整個台中市也是一個社區 大的社區 那這更放大來看一點 我們常常會講community 有時候會講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們在講說整個世界 對不對 那所以說其實社區這個概念 其實根本不在於說它的大或小 而是在於說 我們有沒有共同擁有一些共識存在 如果我們彼此間擁有一些共識 我們就會成為一個共同的群體 我們可能就是一個社群 一個社群 所以你可能網路上你會去某一些 Facebook的一些粉絲頁按讚 有時候你按讚是因為你支持它 認同它 那個你就會成為那一個粉絲頁的群體的一員 所以因為你認同它 你認同它你是跟它一起 所以你也是那個社區的一份子 網路上你會製成一個社區 那所以社區的概念是非常廣 我們今天要討論 我今天要回來討論說 那好明文化行動 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要做哪些事情 什麼叫做文化 什麼叫做文化 大家覺得文化是什麼 剛剛有人有說他是一個文化工作者 獨立工作者 有人覺得說文化可能會連結到義文有關 通常我們比較容易聯想到這方面 那其實文化的東西我今天要講的一個 因為我們是哲文 我們來講一個比較深層的一些東西 什麼是文化 那文化我們怎麼去詮釋 那因為我自己念社會學 所以我們常常談到說文化是一種被建構出來 什麼叫被建構 我如果今天在場跟大家講一件事情說 我們在生活在這塊土地 比如說我們擁有了非常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 可能很多人會對我丟屍頭 對不對 你怎麼說我們擁有中國文化 可是這句話 我如果說我們擁有一個良好的中國文化 放在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這個就是正式正確 可是現在回過頭來 我如果說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常常會出口水口 就是說我們台灣文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各位平常也會這樣講 我們台灣人的文化就是怎麼樣 或我們台中的文化是怎麼樣 你今天這句話如果講 我們台灣文化是怎麼樣 放在四十年前講的話 這叫政治不正確 甚至你有可能 就忽然就消失在台灣的這個社會裡面 會被人家帶走 警種還是什麼 特務對不對 所以這個文化的東西 為什麼今天你可以隨口拖出 講說我們台灣人的文化 我們台灣文化怎麼樣 那什麼叫台灣文化 誰是台灣人 我們來談一下認同 所以文化是被建構起來的 我們逐漸在形成我們自己認同的那一種的文化 你認為說台灣人應該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台灣人會跟中國人不一樣 因為你開始看到 看到說原來我們在生長的那些過程裡面 確實擁有了一些非常複雜的各種的元素在裡面 我們擁有了許多多多 在可能六十年前七十年前 我們甚至摻雜了日本的元素在我們本土裡面 台灣人的身上 我們可能在後來我們摻雜了美國 歐美的元素 西方的元素 我們甚至摻雜了各式各樣的中國的元素在裡面 我們還有我們自己原住民主 本土的一些元素在這當中 然後我們又開展出一些新的可能 比如說我們有 比如說我們九零年代開始 台灣社會主張開放以後 開始有許許多多的移民 有移工來到台灣工作的 所以我們有不同樣的東南亞文化也來到台灣 所以現在台灣 你在講台灣文化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是一個交雜在各種各式各樣 這個全世界當中 各式各樣文化在這個台灣 這個群體裡面 我們台灣這個共同體裡面 那所以我說我們為什麼要做好名文化行動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英文 第一個字叫做什麼 來有沒有人知道 不知是科夢破蛋那個雜誌 Cosmopolitan 為什麼我們要叫這個名稱 大家可以手機打開 你如果不知道 不認識這個英文沒有關係 你手機打開去查 它是代表著一種世界主義 也就是我們認為說 其實我們台灣人是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世界這個社群裡面的一份子 可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一份子呢 這個世界上的一份子 那我們需要建構出我們自己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文化 那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行動來建構出我們想要的那個文化的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好名文化為什麼想要做的一開始 我們就開始在從我們是誰開始談這個東西 然後接著談我們到底要做什麼這些事情 然後回歸到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 我們生活這個社區裡面我們想要做哪一些事情 這句話大家有聽過嗎 我們是小活小 但是我們是好活好年 有沒有聽過的也沒關係 大家知道這句話是鄭男榮講的嗎 有沒有人不認識鄭男榮 不認識沒關係 就是我們這邊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態度立場 不認識的舉個手讓我知道 我才能稍微再跟你講一下 好沒關係請放下 有的不認識鄭男榮沒關係 那這個我鼓勵下個禮拜四月七號 鄭男榮先生自粉的紀念日 那你看到1989年 現在是2016年 所以在將近幾年前 二七嘛 所以在四月七號那時候 鄭男榮先生他只會做一件事 他為了證明台灣人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他用自粉的方式 來犧牲自己 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是不是一種重要的文化 要存在的時候 必須要擁有的 如果你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時候 所以我們好名化的行動是來自於這句話 我們是好活好名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很小 可是我們當台灣人建立起我們自己 驕傲的那個文化的時候 我們會變好活 所以 來自於這句話有了好名文化行動的誕生 那 為什麼要談好名文化行動 第一個我們先來討論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過去這幾年台灣的社會的政治環境分為怎麼樣 我們談到 雖然今天要談的日常政治 我們先來看一個大的整體 台灣的政治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像樣的政府 那面對一個不像樣的政府的時候 台灣需需多多的人 他們採取了一個行動 是所謂抗爭的行動 為什麼 弱勢被壓迫 被壓迫的這些人 他最後不得已 他只好採取激烈的抗爭的行動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年 常常有一句話 叫做公民不服從 大家會聽到這句話 公民不服從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公民的 一個抗命的一個運動 可是呢 除了公民不服從以外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在想這件問題 就是說 我們除了每一次 我們每一次都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後院失火了 才趕快去叫救火隊來 來把這個滅火對不對 那種是有緩不濟急的感覺 那常常我們發生了 政府要拆房子了 都拆了 我們大家在那裡抗爭 然後抗爭也抗爭得非常辛苦 所以你就看到說 這個過程是 整個人民是疲於奔命的 那我們如何再建構一個更好的政治 所以這幾年來 有一些理想主義的人 他們開始去組成一些想法 第一個 他們有素人參政 你可以聽到 尤其在這兩年 今年的選舉也好 或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 我們看到素人參政 或所謂公民參政的運動 那你也會看到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最流行講 就是第三勢力或政黨 政黨票的第三勢力 我們也常聽到這些 比如說大家今年有去投票 沒有投票權的選舉手 還是有人沒投票的情況下 來我們來做一個問卷調查 大家眼睛先閉起來 因為這個有點敏感 我怕大家不敢講 眼睛閉起來 今年投票 有投票選的人 今年投票 你有投給國民黨的情舉手 國民黨跟民進黨以外的 所謂的第三勢力 你有投給了 然後情況下 這樣都不會準 好 你們可以睜開眼睛 所以大部分的人 閉起眼睛來的時候 但是至少有一件稍感安慰的 我們這裡投昏成的太嚴重 剛剛沒有任何一個人承認 他投給國民黨 這個可能投了一個人 現在也不敢講 現在也有這個狀況 所以 但是剛剛很多人 大部分的舉手 投給是所謂的第三勢力 你可能投給的是 這個 時代理兩 可能投給這個 即興車禮 台聯 可能投給這個 綠黨 社民黨聯盟 都有可能 當然你有可能 投給新黨 那我沒有問 那 或者民國黨 再問他 那總之第三勢力政黨 就很多人起來 可是 你就看到台灣人 對於改變 存在一種想法 就是說我們認為我們投票這件事情 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 我也是 投票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 可是我們往往也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過去也在講說 國民黨不倒台灣就不好 可是我們另外要回過頭來 我覺得選舉期間 我們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國民黨要黨這件事情 可是選舉結束之後呢 國民黨事實上沒有黨 因為它是一個 存在有三百多萬票的一個政黨 在立法院有三十五席 所以事實上它是沒有黨的 那沒有黨的情況 因為 代表台灣的公民社會 還有一件事情 還是必須要去做的 也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深化 我們的公民社會 我們看到我們公民社會 其實 它的根基不夠穩固 也不夠深厚 不夠厚實 所以說我們應該還是回過頭來 我們不能每天都在講選舉 這邊我看到有一些人 他也在過去 應該有在幫一些第三勢力的政黨 幫他們支持 劃聲都有 可是我們在選舉過後 請問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如果你有參與一些所謂第三勢力 或不要講 就是說有參與政黨的一些支持 請問一下選舉完之後 你要怎麼繼續參與這些政黨的運作 有沒有人可以講 請說 其實我覺得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選後的監督 好 監督很重要 如果你是選贏的那一個 或選輸的那一個 你就要去關注一下你的候選人在未來四年 或我們這兩個時候 才是最重要的 選贏的當然要監督 選輸的你 你要 監督贏的那一位 不管如何 你都要關注一下你在這個政經理上 好 所以監督就很重要 大家也認同監督很重要 可是監督困不困難 非常困難 因為人是有多性 人是有多性 那可是我們待會我會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比較容易的去監督 監督 那公民社會 如果不夠厚實 我們就要做一件事情 好民化行動的行動 就是要去幫這個公民社會去挖土 把這個土 的這個土壤 讓他們更厚實 更肥沃一點 如果我們認為說公民社會的土壤 夠肥沃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再擔心說 比如說有第三勢力的政策出來 這些有理想的政治人物出來 他們會選不上 他們都選得很辛苦 為什麼 第一個沒有錢 第二個沒有建立足夠的人脈 資源 對不對 所以第三勢政黨 面臨的 或有理想的一個正式工作者 面臨的第一大的問題就是 資源的問題 他沒有豐富的資源 不管這個資源是來自於人力 或者是錢財的這些資源 那這就反映到說我們制度當然是很有問題 可是這些制度的問題 他也回應 就是變成說 那公民社會怎麼去回應到這些制度 我們公民社會 能不能真的選出好 大家都 這個 有一句話叫選賢瑜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選得出來好 有理想的人 我們選得出來 事實上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要回到地方來看 地方政治 就是這邊在場的 呃 是 剛剛有人說台北 我今天 我剛剛從台北回來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慨 就是 呃 就是我發覺 老實說啦 台北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在台 我剛剛是開車 在台北開車的時候 就覺得 大家這麼尊重交通的關係 對啊 然後就是 就是反正那個 呃 他有好的影片 但是他也不好 我就看到說 為什麼 其實你們今天要很親自 因為你今天沒有多久吧 還是怎麼樣 你如果看起來沒有很不正常的樣子 因為聽說 現在台北都在做外 所以不正常 那所以我們就回到台中 就覺得越相對安心一點 所以他有好 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 我們要回到這個 就是說 公民社會的土壤 所以公民社會的這個土壤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呃 我們希望透過一點串的 讓 呃 開始去想說 我們如何讓我們生活在這塊土地 假設我們 我們都是生活在台中的 好了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台中為主 台中市民 你怎麼讓台中這塊土地會更好 因為你平常 日常生活當中 你會看到台中很多的問題 來我們隨便講 你們覺得在台中 你覺得 生活上的 最大的 不方便 或者是覺得最大的trouble 這個困難 有沒有人可以講 PM2.5 對 空氣很差 對不對 還沒有人可以講 路不平 你都走那條路 對 可是 台中市政府就說 有陸品 可是你就是會感覺 然後路不平 這很直接的感受 還沒有人可以講 你覺得生活在台中 會遇到什麼問題 有沒有 公車不好坐 公車不好坐 是椅子不好坐 那種 路線 路線 路線啊 對 公車不方便 沒有捷運 沒有捷運 也是交通的問題 還有沒有人覺得生活在台中 你遇到了什麼問題 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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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綠川很醜 對啊 所以每個人都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跟不同的對於這個城市 你看到這個城市出現的問題 那好 回來了 你們知道台中的地方政治啊 欸 這邊是你虎籍設在台中的警局所 好 請放下 大部分 那請問一下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你那個戶籍的選區 台中選區 有選出來哪幾個議員 你全部都知道這些議員的名字 全部都知道 你那個選區的議員 你全部都知道 請舉手 有人 那有一部分你知道 你不是全部都知道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所以大部分人是 只知道一部分我這個選區的議員 好 那你們知道議員平常的工作在做什麼 請舉手 我講在議會裡面的工作啦 我不是講說他在外面 好 只知道議員 就是議員應該要做的工作的請舉手 知道的不多啦 好 請放下 所以 其實我們 就是剛剛回應到這位朋友講的 欸 選完要監督 可是我們其實真的很難監督 我們沒有在做監督 好 那所以說我們要回到在地 我們很關心立法院國會 當然應該要關心 我們應該要關心總統是誰 可是我們更應該回到我們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 因為你看到PM2.5 你看到路不平 你看到地下下水道這個污染的問題 好 你看到公車不發達的問題 好 交通 很不便利 所以這些東西還是回到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啊 所以你現在應該不太會去管說 現在台北的那個 那個什麼 哪個橋拆了以後 我會不會塞車嗎 你應該不會這樣想嗎 因為不關 不是不關 這件事情跟你的關係太薄弱了 你要回到我們台中這塊土地 那所以 我們就覺得說 呃 要行動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 為什麼 開始去發想這件好美文化行動 其實是來自於香港 呃 也不是來自香港 我們可以用香港來舉例 大家知道說香港這幾年也發生很多運動 對不對 什麼雨傘運動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 可能也有很多年輕人想要出來 從事政治的工作 政治的運動 可是呢 事實上在香港也有一群人 應該說 如果 剛剛有人說是社工 其實香港的社區運動 是非常早就發展起來 那 香港社區運動怎麼去做 那這幾年來在香港其實有提出這個 所謂社區公民約章 它是透過一個彼此審議的方式 我剛剛講說社區是我們是一群有共識 就是尋求有共同意識的人 我們生活在這裡 可能因為我們共同生活在這裡 但是我們也許不見得有共同意識 可是他們希望說鄰居共同的意識 怎麼去鄰居共同意識呢 他們透過社區公民約章的這個運動呢 比如說透過彼此不同意見之間的審議的模式 去了解彼此的需要跟想法 來尋求變成說 那我們如果讓我們這個生活的地方 生活的這塊小小的社區 可以變得更好一點 簡單的核心意識是這個樣子 所以一樣 我們也認為說 我們生活這塊地區 那以我們 因為我辦折武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是以中區為基地 一個base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對中區有特別深刻的感受 那加上我自己也 小時候一直到長大 那中區也都 我雖然戶籍不在這裡 可是我的生活圈 放蠻多重心會放在中區 因為我們都在這邊 生活、消費、娛樂 什麼都會在這個中區 因為這個 以前台中最熱鬧的地方 那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區域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你看今天晚上 人家九點半結束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邊的 店家的燈都特別黑 因為很早就關你 沒行李啊 你頂多是靠近火車站 才會再照有熱鬧點 可是你離開了這塊區域以後 那我覺得說 那這塊地區的末路 到底是什麼人造成的 還是為什麼今天這個中區 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就一直在想 這個過去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地方 很有歷史記憶的地方 那為什麼今天它會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也在過去這兩年多 我看到了許許多不同的團隊 在中區這個地方開始在努力 想要讓它變得不太一樣 它其實就是我所謂的那個好名文化行動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動 有人透過青年創業的方式 從經濟的層面去改變 讓這個社區看起來變得太一樣 有人透過了一些 也許很簡單的文化旅行的方式 或者是比如說透過去關心這個河川的方式 讓這個地方開始又變得不太一樣 所以每個人關心的方法會不太一樣 讓這個地方開始有點不太 變得好像變得越來越好的一種河川 開始存在 那我們就希望說我們也 加入在這個中區的社區裡面 讓這塊地方會變得更不一樣 可是我們市也其實放在這個台中 大台中市 那我們是會以這裡為基地 接下來要談為什麼是文化 我剛剛講說文化嘛 大家想說文化跟藝文會有關 但是其實我要談的是 文化其實是跟這個社會面 經濟面、政治面 投不了關係的 像是社會面 我們認為是應該要透過 像剛剛那個社區的公民約章那種 透過日常的生活政治關懷 什麼叫政治關懷 剛剛你談那個東西都叫政治 你知道嗎? 路不平是政治 地下水道也是政治 公車路線、BRT這個也是政治 我們要透過在社區面 開始去所謂民主審議 審議式的民主 什麼叫審議式民主?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要找人開始去對話 剛剛有那個Great Peace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會在街上去跟人家 Face to face 去講說他們的理念 請大家來支持他們 然後捐款給他們 對不對? 這個就是其中一種方式 民主就是這樣子 一個社會會變得越來越好 其實是這樣 這個就是政治 可是它形作 因為這樣一個政治的捲動 開始會變成一個不一樣文化 就會形作我們 原來台中市民特有的一種 原來我們會習慣 開始討論事情的文化 它就是一種文化 經濟面的部分 比如說要發覺有在地文化特色或社區需求 用合作的方式來取代競爭 我們過去在這一塊土地上面 往太多的競爭了 因為太多的競爭 所以造成了太多的剝削 這些就會造成說什麼 我們整個社區的發展就會 越來強的越強弱的越弱 所以你就看到說 很多地方 土地剛剛也有談到這個 這個台中的這個土地填掉土地 所以我們看到 台中的這塊土地 有好的地方 就是越來越好 可是它永遠那個燈是不會亮的 因為大樓裡面的燈都沒人出來 可是都蓋非常漂亮的豪宅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土地的變化 我們應該要透過開始用合作 彼此合作的方式 我們需要發展 需要經濟要好 可是這個經濟也好 是建立在合作的模式 而不是用競爭的模式 所以我簡單來講 大家都覺得說 現在台中有很多咖啡廳 對不對 那你覺得在台中中區這裡 應該開幾家咖啡廳算飽盒 還是說大家應該覺得咖啡廳好假掰好文青 那我們多開一點咖啡廳 其實我們會知道說 原來其實不需要那麼多咖啡廳 或者咖啡廳它原本的元素是要幹嘛 它是用來做著 如果它是可以作為社區裡面 跟人彼此串聯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據點 那我就覺得它達到一個很好的目的 可是今天如果忽然跑進來 中區如果設了一個Starbucks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又來個什麼85度系 然後全部都是連鎖店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對我們社區的經濟 的發展或幫助 它在幫助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能有人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大家都會來這裡消費 區域Starbucks裡面消費 如果這裡也開了一家大園板 新逛三月可能大家也來這裡消費很好 造成了這個經濟的成長 可是我們又要回歸到 思考最深層的一件事 那這個經濟的成長到底 錢都進到了什麼人的口袋 這完全不一樣 錢是進到了比較大財團的口袋 還是如果我們用社區型規模的經濟 錢是大家都有均富 大家都可以發展得到 但是你不是最賺的那一點 但是你也餓不死 你想要用哪一種方式的經濟 所以合作式的經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我們要回歸到真正的政治面 也就是地方的政治 當然我們有好名的朋友 也分享說他們去看 上禮拜上到禮拜那個 台中市臨時會的經驗 我也去看 這個我們真的應該 市政的監督很重要 可是我們市政監督 又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在台中 我們有許許多多不同的 NGO的問題 也很努力 平常在各式的 努力的議題上面 不管是環境的 土地的 各式各樣議題 他們都在努力為大家發聲 不是可是 他們都非常的專業 可是呢 他們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 也就是說 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們 或者是他們比較小 然後不容易募到快 所以要持續的經營下去 有時候會產生困難 所以 我就認為說 真正的好名文化行動 就像Great Peace那樣 我們要回歸到真正的草根 從精英式的 回歸到全面更草根的 倡議的模式 來倡議運動 什麼叫草根的模式 我之前在AI 也是一個國際性能團 國際特色組織 我們在AI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我們叫做 Walk with the people from the ground 我們說要跟 在地方上的人一起工作 我們是Walk with 我們不是Walk for 我們不是為誰工作 我們是跟一群人一起工作 這個才叫真正的草根的工作 所以 要跟草根一起工作 要怎麼樣 回歸到全根人的互動 所以 我們以後 可能 你就會在街上看到 好名的志工們 開始去倡議說 我們這個層次應該要改變 哪一些東西要改變 我們打算怎麼做 告訴大家以後 請大家來支持我們 你就會看到說 好名的志工可能 你就穿著一件背心 兩兩一組 就去街上更加進化 很像那個 你在路上會看到那種 那個什麼 摩摩腳 對 可是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要透過這樣 一步一腳印 去跟人家說服 我說說服的過程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種民主的審議的模式 你要去說服大家來接受 你覺得說這種東西是可行的 很多人都說 啊你咧 做到當時才可以 你如果不做 永遠都不可 所以 我們要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面對面的 跟一般的台中的大眾視頻 去講話 去溝通 去討論事情 所以 政治面很重要 再來呢 所以 這些我剛剛講的社會經濟面 還有這些 政治面的東西 要如何去轉化 我們認為它就會變成一種生態的循環 概念 在這裡 所以 我們會透過好民私屬 這件事情 什麼叫我們私屬 我們是私人的那個私 我們不是寫錯字 我們認為 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開始去翻轉說 我們市民 開始要自事的提升 你們知道蒋惠水嗎 知道 他以前會幫台灣人開一個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有沒有想懂 那種 藥單還是什麼 病症 其實台灣人的知識水準 你們覺得現在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 可是呢 我們對於一些 我們知識水準好 可是我們 那個是屬於認知面的 知識認知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今天你如果考公民課本 裡面有100題 你可能會答對80題 90題 你的公民分數很高 可是你真的會這樣做嗎 不一定 所以 他會回歸到說 我們的認知 OK啦 可是我們實際上 並沒有真正內化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我們沒有內化成 把一些 一個 基本的 一個市民 更深層的 一個 那個東西叫做什麼 獨立思考 要有 邏輯性的獨立思考 這幾天 剛剛我們主持人也講到 剛剛開場的時候也講到 這幾天發生了 這個 那個 四歲小女朋友的殘距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 就是開始射箭了 看稻草的人是誰就射 射給誰 所以誰最簡單 什麼稻草的人最簡單 佩死 佩死 對啊 為什麼你會先想要廢死 這個邏輯上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 我們就開始回到這個問題 有的人說 這個是廢死檸檬的錯 開始砸稻草 然後射箭 這樣會比較安心一點 可是我們 我們往往會忽略的問題的思考 獨立思考 到底怎麼去思考 也就是剛剛回到說 那被害人到底需要什麼 用來幫哲武大叔 這是被害人就叫什麼 大家那個可以嗎 那那個 可能我們就開始想 然後我前幾天 就是昨天 我就看到那個 有人在臉書上 就是那個 顧立雄 現在是文員 他就寫了一段話 有人就在底下留言 說 我們就是因為 納稅 我們不應該 浪費納稅人的錢 去養這些犯人 這句話 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邏輯上的毛病 你們覺得什麼問題 如果 如果我們先不要談事情 因為事實上我們沒有事情 對不對 這句話犯了一個什麼樣 邏輯上的毛病 我們不應該 花納稅人的錢 去養犯人 他沒有講說 是死刑犯 他只是講說 不該花納稅人去養犯人 犯人 犯人通常 什麼樣人會犯錯 然後另外 犯人 對啊 我們 你我都會犯錯 對不對 犯得重或輕 如果萬一 有一天你不小心 你要進監獄的時候 如果我們納稅人 不用花錢去蓋監獄 我們不用把獄證措施做好 然後我們不要把獄證裡面的措施做好 然後同時要提供更好的更生人的保護 我們都不要做這些 我們不用用大家公眾的納稅錢去做這些事情 你覺得這個社會反正也沒有監獄很好嗎 就會怎麼樣 可能問題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句話就犯了一些邏輯上的毛病 因為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會犯這樣邏輯上 因為我們人在氣氛的檔下 義憤填膩 所以我覺得我們 不要再繳 納稅錢 納稅人不要再繳稅給政府 蓋監獄了 所以邏輯上犯了一些問題 所以 我們覺得說獨立的思考是很重要的事情 要透過一個自我啟蒙去賠力的過程 啟蒙你們知道什麼叫啟蒙嗎 我今天一直要問大家啟蒙是什麼 你現在去搜尋來不及了 非常複雜 簡單來講我自己詮釋的方式 啟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你要去否定你過去的自己 你過去所信仰的那一套價值信仰 為什麼 因為你要擺脫一種可能 這個不是我講 你要擺脫一個可能造勢讓你不成熟的狀態 所以 這個過程就會很痛苦 可是痛苦完以後你就會重生 那我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很簡單 課程啊 講座論壇啊 讀書會工作坊 防調啊 甚至用透過旅行的方式 都可以是一個自我啟蒙的過程 自我賠利的過程 讓自己開始去思考事情 讓自己的知識開始轉化 去開始轉化自己的一些思想面的東西 那我們要去鼓勵更多人來採取這件事情 透過好評思數 然後呢 我們也可能要去發展一些合作社的經濟 比如說 從自我賠利你跟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要看到我們生活這塊土地的需要 生活這個社區的需要 生活這個城市裡面的一些需要 然後再去發展出新的可能的創新的經濟的模式 現在都講創新的經濟 其實沒有創新 我們是回歸到最傳統最原始的方式 我們只要回歸到彼此合作的 互助的經濟的模式就可以了 那不是什麼新的模式 然後讓整個產業開始變得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人習慣講產業 你如果去問台灣人 尤其是選舉的時候 你都會叫候選人提出什麼 台灣人很重視這個 欸候選人要提出經濟政策啊 產業政策 你會不會常常聽到這個 我們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產業政策 可是 經濟學家也講 經濟學家也講 要幫助經濟成長 幫助產業升級 最好的模式是什麼 要關注什麼 教育 不是今天說我這個幾億幾兆的 什麼雙星還是幾星級的什麼計畫 打造出什麼樣的產業 然後用一個口號叫做產業升級 升級的永遠 通常不會看到升級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產業的優惠 就優惠到特定的人士身上 所以 產業不是這樣講 我們要透過一個合作的方式 然後讓社區裡面 不同種的經濟和模型 產業會開始發生 在比較 城市地區裡 有城市的一種模型會存在 可能鄉村有不同的模型又會存在 每個地方有 因應它的特性而存在的東西 那我們去發展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這些東西要怎麼去發展 因為我們要透過前端的 我剛剛講 比如說好名次數前面 我們要去透過工作法 要去做法調 要去做論壇 要去讀書會彼此 讓了解更多 好的research 才會帶來好的行動 對不對 那 比如說 我們如果辦 像我們最近在做東南亞的這個 志工 的培令 然後 做法調 一廣 因為我們這區有一個地方 我們叫地廣 大家可能都去過 或有人還去過 地廣場 一個特色是什麼 就是 東南亞為特色 對不對 有很多的移工移民在這邊 還是東南亞 那我們怎麼去看 在這塊社區裡面 它是跟我們一份子啊 難不成你要 覺得 這些移工可以 然後呢 是像學台北天龍國科市長嗎 就是找警察吧 這些 覺得你看不慣 應該乾淨一點的 讓這城市看起來乾淨 然後你覺得 這個不夠進化 我們要更可令一點 進化 完全的 不要讓這些人存在 不可能 它是我們社區裡面的一員 我們要跟他一起來 更多的文化上的彼此接觸 學習他們好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有好的部分 我們也要告訴他們 台灣 有哪一些好的東西 彼此更多的文化接觸 去交流 透過什麼樣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五年的方式 那你想不想要去學越南或印尼 大家都覺得 欸我為什麼要學那個 我學英語 可是問題是呢 你現在看到越來越多的 台灣的商人 其實都在東安亞 設有公司 設有場 其實這方面都是有需求的 可能有人因為這個需求而來 不管沒關係 可是因為他這個需求而來也好 他來到這裡 他其實只是因為 我可能準備要外拍 所以 來學習這個東安亞的語言 可是其實呢 我們要透過語言的方式 把這個文化也把它帶進去 讓他更認識了解說 原來東安亞存在怎麼樣 一個很美的文化在裡面 那你不會只是因為 很想要吃東安亞的美食 就去一個華城 吃個泰國料理 可是你其實知道嗎 我們在第一廣場這個社群裡面 很多小店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 很棒的東安亞料理 其實台中人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怎麼去讓這邊的東西 讓更多的台中市民看到 讓更多的台中市民看到盡了 去瞭解到 原來我們台中 擁有一個這麼好的文化特色 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再來 我們要做好名審議院 議院當然議會 但是我們講審議 審議的精神很重要 要透過一個盛思民變的精神 去了解 回歸到草根社我剛剛講的 人跟人是監督 公民政治的審議跟監督很重要 透過彼此好好的溝通討論 了解說我們對於什麼事情的看法 那這件事情看法 我們如果回應到 比如說市政府這個行政部門 或市議會這個立法部門 他們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那人民 除了透過不同的公民團體的監督以外 我們人民自己監督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所以我們也要發展出一些新的 可能人民可以直接參與的行動 我們就不用再透過 就覺得說 好像說我們完全選完了那張票以後 我只知道說我這一區 我選上某個議員 他有上我沒上 那其實 因為議員是複數選區 他不是單一選區 所以 可能你這個區的議員要選三個 你可能只認識一個 其實你跟他都要認識才對付 因為為什麼你要知道說他們平常都在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 就是他業內的工作 他業外的工作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議員都在幹嘛 對不對 什麼叫本業以外呢 有沒有人知道 議員平常 那業外的工作會包含一切 有沒有 紅白鐵 對 草地 草地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講得很對 不要笑 都我們算 議員還可以做哪些事情 喬事情可以嗎 還有什麼 喬事情 喬事情 喬 喬什麼事 選民服務 選民服務 那選民服務選什麼 什麼樣的服務啊 金錢報 服務了誰 金錢報 金錢報 好 還有什麼樣的服務 開條件嘛 有嘛 工程 沒有 工程 包工程 對啊 所以這些業外的東西 你們都很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我們這些人都選擇 你們都不知道啊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 你們都不知道啊 我們沒有勢力啊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服務人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他紅白鐵 剛剛請到紅白鐵 所以紅白鐵 你會看到一些政治人員去你的場子裡面 去致哀或去祝賀 祝賀還一定要上台講幾句話 我們今天什麼某某議員來到現場 要來幫你 奇怪 這兩個新人他都不認識 新人也不認識他 對 可是他就是要講幾句話 對 那所以 這件事情呢 是台灣人應該要有的文化嗎 你們覺得台灣人應該要有這個文化嗎 有的很好 如果你覺得不好 那我們應該怎麼 我們要重新建構一個好的文化才對 那建構這個文化 你會想 一個人流傳了幾十年 那麼久的事情呢 台灣人怎麼可能改變 我剛剛講的 你不做就不可能改變了 所以我們要開始 這是真的從一個人兩個人開始做起 然後我們這個社區也許 未來會成為一種氣氛喔 你有看到我們在中府這邊 那個婚香吸青燕客 你知道嗎 就沒有政治人員會來 那因為大家有習慣 大家習慣就是這些人不會來 很正常 或者是說應該要來 可是這是因為他認識的朋友 是真的有熟悉的那家人 如果你今天忽然家裡有人過世了,然後忽然有一個陌生人,怪怪的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議員跟你家是因為親戚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那你當然會覺得這是正常的事情,因為你認識了 我說我認識不是因為你選票投給他認識,是因為你們有關係處在 那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生活當中一種很重要的政治 所以我們透過好民生人員要去發展出新的市民的社會,新的市民的政治在這邊 那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上禮拜剛做完這個工作 就是做東南亞的防調計畫,我們招募了一群志工 要去這個東南亞,不是東南亞,要去東南亞 然後開始去做防調,因為我們就去了解那個社區裡面 有哪些人,那個社區裡面有新移民,有移工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台灣在地的本地人,商家等等 我們去了解說這個地區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那他們有什麼樣的需要 我們應該透過這些很淺,初步的一些防調之後呢 決定說那我們下一步應該要再怎麼做會更好 應該要提出什麼樣的好的一個行動 然後讓更多人來認識這個很有特色的一個第一廣場 所以這是我們防調,那之後我們還會都去招募這個防調之工 所以歡迎大家持續來關注 然後第二個呢,我們在4月中,4月16號 16號的時候我們會舉辦野藝廠工作坊 培訓,也是培訓之工 我們歡迎大家來報名參加這個議會效率 我剛剛講過了嘛,議員都在算出來啊 可是,你有沒有去過議會看看? 有看過嗎? 在場裡面有去旁聽過台中市議會嗎? 請放一下,很少 沒有去過 有去過的 有去過旁聽的 那旁聽的你們感覺怎麼樣?你有旁聽過你們 就一開始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會覺得 我到底有這個權利就是進到這個市議會嗎? 或者是立法院 那應該說進到這個市議會的話 那我一開始就覺得很害怕 我到底有沒有發言的權利嗎? 那我今天一次兩次去瞭解就是說 可能像國土計畫或者區域計畫這些參與啊 那漸漸的我開始聽久了 我就開始有勇氣感發言 那到現在啊 我現在有時候都會跑到立法院 甚至到立法院裡面去參與 可能一些工廳會或者一些 像邦騰我剛剛也是到那個帳範 參加那個陸港經營廳的那個文資的聲音的一個過程啊 像過去我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有這個權利啊 那我剛才提到我聽完就是 對不起我聽完兩年的哲學新記錄的時候 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應該要有一些行動來改變 除了選舉之外來改變政府 再建議政府它或者是 剛才提到的日常政治 所以我開始變得覺得沒有那麼恐怖 以前都覺得好像要進到市議會 就是無窮遠這樣子啊 到現在我們覺得 他有什麼會議去參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是啊我覺得 我覺得開始有那種真正成為一個市民的感覺 那我剛才提到就是在啟蒙之前 我覺得之前那個狀態啊 直到在選舉的時候 比如說投給自己的政黨啊 我覺得那樣子的 其實我認真想起來 那真的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市民 因為畢竟還是一個自己被擺蒙的狀態 是啊 那我現在開始好像有真的掌握那種市民的那種感覺 其實 那這樣就是這樣 OK 我先跟他講 我沒有跟他靠好 免得好像我在喘教一樣 來你來見證 不是 好 那所以你會看到 有一些人有看過議會 可是你看的是委員會 因為我聽你講的說你可以發言 應該不是看的大會嗎 呃 對對對 對 對 委員會其實一般人是進不去看不到的 通常就是因為什麼他有開放給公民團體 好 我們就先看回歸到最一般的大會 就是收尾然後到裡面開一款 那種的 有旁聽過的請舉手 除了我們志工一般 你看過的大會是怎麼樣 很久以前的事情 台中的嗎 台中縣 台中縣 台中縣在鳳元 對對對 那你看到是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因為我那時候還是中學生 學生 對 所以說那時候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的政治狀況 並不是現在這麼開明 所以那時其實市議會的質詢是蠻混亂的 嗯嗯嗯嗯 就是並不是像現在 像現在有露營了 所以說比較好一點點 但當時的質詢狀況其實是有點混亂 好 所以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現在有露營 現在露營 那為什麼有露營 我們還堅持要進去議會看 要做議會的小旅行 因為就是剛剛講 他進去議會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們到底能不能看 可不可以進去 你進去的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官府所在 我才會去議會 等一下 去給我看出來 對吧 但不會 任何人都可以進去 他都是開放 對一般人民開放 都一定要這樣 這是我們 他市議會也是一個公共的場所 法院都能進去看 市議會為什麼不能進去看 欸你們知道法院可以進去看嗎 知道嗎 不知道 好 我們之後再來跟司感會合作 做一個法庭觀察 那 我們先來關閉議會的部分 那議會要進去 其實大家很懷疑 到底我可不可以進去聽 可以 可是你剛剛提到那個錄影的部分 就是問題就來了 現在你會看到說 他上面說 比如說我現在說 呃 比如說早上10點開議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BOD 什麼 線上直播 在我的市議會的網站點進去 就看到 可是 就是上面表定是10點 啊你點進去以後 他就會 那個轉播就會寫 什麼 還沒什麼 尚未開始錄影 還是什麼 就會開始顯示 這個 反正你就看不到 就是國防部的概念 就是都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沒有畫面 這樣子 那為什麼 10點應該要開議沒有畫面 有錄影啊 根據我的經驗 他們大概 三三來遲 到了11點半 左右才會開會 那10點到11點半 這段期間 我們的台中市議員們 都在幹嘛 我就打了一個問號 阿不上班時間呢 欸 平常大家上班時間要打卡 對不對 對 阿你如果打卡沒出現的話 會怎麼樣 扣錢 扣錢 欸 你知道議員一個月領多少錢嗎 台中市議員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所有拉哩拉扎合起來 幫忙什麼助理費那些 有沒有 39萬 台中市議員 就夠彈 所以他那一個半小時 沒有來上班的時候 你就 你如果真的到 佔醫納稅錢 去蓋監獄 你為什麼不佔醫納稅錢 花在 市議會是這樣花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看到 我們台中市議員 有地方政治是這樣找 因為10點的時候 一定是兩議員 都在殯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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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10點的時候 在殯儀館找不到 但殯儀館全部都是議員 這樣 就是大海外站 所以 這個就是很特殊的 台中特 我不知道是台中特有的現象 還是別的地方也是 那我們就看到說 原來開會不準時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就回來 那我們好好來跟他們監督一下 可是我們監督不要給他們 太有壓力的感覺 你們說 我們在刁難他們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 去議會裡面旁聽 去逛逛議會裡面 有什麼設施這樣 超豪華的 你們知道嗎 真的一進去看 你就覺得 喔 怎麼這麼豪華 然後 尤其夏天去看的時候 你會更爽 因為冷氣吹到你 要戴外套去 所以 就是 我覺得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來參與這個 議會的效率 這個QR Code 少一下 就可以報名 這個就直接連到我們報名 我等一下就停在這畫面 不懂 然後 真的 趕快報名 報名我們那個 議會的效率 真的很好 然後你如果覺得 因為議會開會都是 平常白天上班的事 推薦給你的爸爸媽媽 退休的 或者是家庭主婦啊 平常在家裡帶小孩 把小朋友帶著進去 小朋友也可以進去啊 小朋友可以進去 在旁邊 因為旁邊戲 跟那個議會是隔開的 所以都可以進得去 旁邊戲 位置超多的 真的是很多 我們很多人進去看 看完以後大家來想想說 欸那 原來可以怎麼做 議會 比心目中的議會應該是怎麼樣 我們來寫一些 所謂的 開始大家 變成 化身為部落客 每個人都是名嘴 你可以開始來寫 寫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 不停地散播大家的文字 散播文字 這次就會達到很好的傳播效應 我們透過電視台 電台 幫我們放送 說原來台中市會長什麼樣子 那你覺得 我們這個好民文化行動會不會成功 會成功嗎 因為我們台中市的政治會變化 是因為我們有一群好民去解決 所以以前我們都被叫暴民 沒有 我們是暴民沒有錯 該暴民的時候我們就暴民 該翻牆的時候我們就翻牆 可是我們不翻牆的時候 我們就做好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大概先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待會 視野 就是大家做一點討論 然後 大家剛剛看到我們的架構 可能想說 還是可能多少心靈會有點半信半疑的 就想說 到底這樣做可能會有什麼成效 那前幾天前一個禮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一個新聞有印象 就是在印尼的巴黎島 有一對十歲 十歲跟十二歲的姐妹花 對他們成功讓巴黎島的印尼政府 就是決議說在2018年以前 在兩年而已喔 就是在2018年以前 塑膠袋會全面消失 從巴黎島全面消失 有人聽過這個新聞嗎 就其實他的過程跟這個真的是一樣的 就是這兩個小女生 他們姐妹花 他們意識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覺得塑膠袋是一個他們很想要重視的議題 他們開始在生活周遭的市場 或者是有節慶慶典的時候 他們就站出來去炫導 然後他們同時也組織了自己的同學 跟朋友 一群十歲到十七歲的青少年 然後來去做街頭的倡議啊 或者是跟議會的請願啊 甚至他們覺得這個社群的力量好像不夠 然後他們又去機場 因為巴黎島是觀光聖地嘛 他們去機場 然後去說服那些機場的公務人員 讓我們在那邊連署跟遊客宣導 那藉由這樣一步一步從下而上的力量 最後終於讓真的讓印尼政府 同意在2018年讓塑膠袋撤離巴黎島 那其實那個過程是一樣的 就是從小部分人的有共識的社群開始組織 然後對外的串聯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這樣社群從下而上的力量 就是掌握回我們對生活的掌控 因為其實剛剛很多那個什麼民主憲政的同學 就憲法不是保障我們的生活生命移動交通等權利 可為什麼都是給政府來行事 就是來做我們這些生活的權利 我們應該就是從生活當中也來決定我們自己需要什麼 對那以下呢也很開放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跟我們好民文化做交流的問題 或者是回饋 或者是你現場有什麼我們剛剛沒有講到的idea 你也可以提出來跟我們分享 現場要受制公為的環境 對 或者是你也想要跟我們分享說 你住的地方 注意到你住的地方有什麼現象 或者是你的學校有什麼現象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民文化運動的這些團體裡面的成員 想請問一下你們團體裡面的都是制公嗎 還是說有大部分人是屬於就是專職於這種運動的人這樣 成員嗎 對成員 因為我們現在剛開始發起這個東西 我們今年1月開始籌備了 那我們應該是這個 我們這個月就會立案通過 所以說我們目前就是處於一個發起人的狀態 那所有的人都是制公 目前所有發起人全部都是志願性 志願參與到這個好民文化行動裡面 那我們將來我們一定走向組織化以後 我們必須要去招募 如果我說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支持者 招募到越來越來越 所謂的支持者不是說因為有活動才來 而是包含說也有支持者願意去捐款支持來support我們 這樣一個NGO組織、非政府組織的時候 那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能力 也可以去拚請專職的人員 所以但目前為止大家說的 我們全部都是一個義務性的 來做這項運動 包含說我們看到這些工作坊還是什麼 還有大家有什麼疑問嗎 大姐有沒有想要分享的 我們一般看到人的問題 應該都是跟政治的規劃 還有他們的目標 應該是 他們應該是 就是 我們一般人的需要他們應該去做 那你如果說要我們自己人民 發現問題 然後再開始再改變的話 我其實是不是應該從那個政策問題上面來做 再改變 就是我們要發現問題 為什麼我們說應該要從人民開始自己來做 就是說我們 我剛剛一直講說 我們要開始去轉化 我們提升我們對於一些知識的想像 跟對於一些事情的看法 也就是說如果去翻轉我們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了解 跟獨立思考 這些東西我當然會去請所有人 我們今天要來研究這個 這個教BRT系統好不好 我不是教大家來研究 你們會去看到問題 那你們也可以可能看到問題的哪一些部分 你們會去提出自己生活上的需要 我一直講過這是生活上的需要 可是也許你有這樣的想法 別人不見得會跟你一樣 所以我們好民可以做的不是說 我們去制定政策 而是說我們可不可以透過一個好的討論的模式 告訴 討論出一個好的一個共識出來 那這個共識會成為我們一種願景 我們要來告訴這些政治人物 說我們希望的 比如說BRT我們應該長的什麼樣子 那這些東西我們不是說 因為基於我的利益 我們基於討論過出來 我們覺得應該走這個方面 所以我不會說我們要來提 研究某一種單一的政策 這樣子 還是覺得不是很了解 沒關係 所以你說這個好民文化行動是說 從我們一般市民開始做 一般市民開始做 而且要做簡單的事情 就是大家簡單輕盈沒有負擔的事情 就是說 我今天去試一位小旅行坐下來 看他們這樣說要說什麼 議員都說這裡 議員真的大部分都沒你一樣 這是我主觀的看法 那 就是 就是人前 握握手什麼之類的 然後不是講這種話 然後 反正就去看 然後我們坐下來 用比較輕鬆的態度跟方式去 理解跟實踐我們對於行動的方式 所以這等於是說 對一般好公民的一種訓練 大家有一個共識 然後用一般的 我不會說我要去訓練一個好公民 但是我們希望說大家 我們會有一個想像 原來我們這樣子做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說越多人參加這個行動 當然越多人參加越好 我們的失去 我們的感應體會更快 對 如果有一些覺得我們不夠激進的 沒關係他們可以參加更激進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做這個部分 所以 因為我覺得說 一個社會 每一個部分都要穩做 那我們扮演好這個角色就好 對 基本上就是有一個很構成 共同的理念 讓大家去 那你說在那個牧館方面 我們其實真的很多事情要做 其實要很多錢 一般是政府的責任 像我常常在路上走 然後就說 要不要收集一些什麼 營養五三的啦 很多東西 我說這個 那麼 就是說一般人民能夠貢獻的 對 不夠那些 但是 從政府的政策開始 就好 是 剛剛提到那個牧館的事情 很多人都說 你們這樣子怎麼可以維持下去這個行動 比如說 很簡單啊 我如果沒有做出任何事情 人家為什麼要支持你 那 我如果有這個理念這個想法 我也開始真的做了一點的事情 我們做的是大家可以容易去做的事情 那大家覺得這件事情的好事 應該要更多的參與 更多的參與需要更多資源的時候 自然 人就會成長 人的成長就會帶動這個組織 我們這個好明文化行動這個組織 組織的成長跟 就包含捐款的成長 那組織成長代表一件事情 是台中市真的好比變多了 如果 好明文化行動 完全 我們一直停留在沒有成長的階段 我們一直停留在 啊 很可憐 我們永遠只有一個專職 我代表都是志工 那表示說 其實台中市的這個市民社會 其實沒有很好地成長 因為我們沒有想辦法去到街上 面對面 溝通 去說服 讓人家來支持說 我這樣做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去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樣做很好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 那你說要跟我一起做的話 我告訴你你可以怎麼做 A是什麼 B是什麼 你可以這樣子做 你有很多方案可以選 你如果覺得說 啊我就覺得 剛剛你這就好了 啊就是我就沒有時間 沒有關機 這個也是一種支持 啊你如果覺得 喔這個太好了 啊我想要跟你一起來做 就參與志工 也很好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是應該 是大家一起來共同來承擔 來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 好像永遠都只有 好名畫 很發起人 三四個人做志工 齁 啊做到老房間可以 我們就知道嗎 好 那也這樣 欸 兩位大哥有問題對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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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問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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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問一下 我要 要 想了解就是說 你們關心的 這 整個 剛才議題選的時候 你也有說沒有 那不是整個區域 你是在中部地區 還是說 在 說 在整個全國線的議題 會 還是 以地方為 為 開 會 啊 我要講一點個人感想 其實中 目前中區 中區區域 我在中區挖了差不多30年 差不多十幾年前 人家問我住哪裡 我說我住中區鄉 那有些人聽我你知道嗎 他說是有鄉有 就台中世界有一個中區鄉 其實我要講說 在整個中區 我30年看它很不錯的時候 拿到一末路 很多商家 就像目前很多商家有可能進出 或有經營 其實大概 如果你留完一點 到焦點10點以後 那個中山路是會打螢幕球 會打螢幕場 這是真的舉真的啦 因為我今天在那邊跟那附近鄰居打招 真的沒有什麼車 然後就是我們要關心這個地方 就是說很多人有進出 但是在這個地區的 欸 上次有人算機嘛 所以後來我們就知道說 在中區其實很多人都沒有住這裡 就有了解很多中區真的有好的 那你都 都住在沖樓區 那我們所想像中的中區 要不要了解就是說 在像你們在沖樓那兩這一塊 你們 我們就 接近這個議題 你們 我知道有一個1095 那你們也會做防調 那你們應該有跟它認識嘛 那部分你會不會 會不會 衝突 沒有 不是衝突 我不敢講衝突 應該是有打過打 好 還有要講 就是1095 他們一開始是 從一個碩士的題目開始 然後他們調查了 可能台中 不只中區 可能東市 西屯 東海那邊的 新移民 或者是一共的議題 那在中區 會不會有衝突的問題 這個就要回到總理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要以合作代替競爭 就像在我們防調的過程中 1095會下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然後他們也會下到我們的學員的團隊裡面 去做彼此而互相指導 那會不會衝突 因為我想我們關注的群眾 可能都不太一樣 就是follow我們的群眾 可能有同時性 可是我們可以分別做不一樣的事情 像他們已經開始做第一廣場的導覽 那我們要如何以合作代替競爭的方式 再去跟他們進行下去 這就是很打破以前我們對不同組織 在同一個地區的一個想像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會透過一種 比如說剛剛提到這個109在做 這個第一廣場東南亞的議題 那其實也面臨到說 它在組織上的一個困難 因為每個組織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其實 不管是面對1095 或是應該說整個台中 或整個我們看全台灣 有各式各樣NGO的團體 我們的態度很簡單 我們透過一種 我們認為說 我們比較像是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因為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像好民私屬這些事情 是很固定的 不是很固定 就是這個方向 所以如果走向講座課程 論壇 工作法 防調的模式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為了要幫忙 其他的NGO的團體 因為通常其他的NGO團體 他有不同本來就是自己在忙的事情 他有自己在忙的事情的時候 通常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去做人力的組織群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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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說這些人他還可以因為比如說他來參加這個什麼讀書會 比如說是跟什麼文史 台中的舊城文史與關的讀書會的時候 他可以真正去回到說關心這個人 因為他們更深化到他的知識 我們只是幫這個比如說這個做文史工作的人 幫他們去organize 一群人 他們可以有更多人跟他們來合作 因為來參加這堂讀書會可以去跟這些文史工作者有更多密切的工作 那就他除了可以支持好名 他同時也可以去支持這樣的文史工作者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就是變成說比較 讓他擴大參與 擴大密許 就是也是資源共享的意思 對 就是我們去組織有好名文化思想的人 我們籌備工作坊或者是講座 然後請相關有專業或者是有熱誠的宗旨 比如說溫時復興或1095來擔任我們的講師 或者是一起做這個專案規劃的主持人 對 對 好 我也 我自己也個人蠻好奇今天 因為民主見證來聽的學生有什麼感想 有一堂課對不對 他代表他代表 隨便講 我們這裡講錯沒有關係 因為這裡不會有正確的答案 誰意說誰意說也可以 那你抱歉 對 那前面有兩個同學看回來 有沒有什麼想法 隨便講沒關係 他們問說是怎麼講法 就是 你們聽完有什麼感想啊 或者是 沒有感想 沒有想法也是一種想法 對 對 尊重那個個人的一致 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有沒有 還有什麼樣子 來 其實 其實 那個 我去那個PREEPIECE工作也是 那個 其實是因為我喜歡跟他聊天 所以我才會當那個 在結果上面問的 可是我還發現其實 比如說像是十一世民族的這種東西 其實基本上 因為那個 因為我以前是念台大的嘛 然後那個 太陽花的時候 那時候是做十一世民族啊 然後就看那個 林茂石老師的那個 所說十一世民族 到最後也是輪回一種 精一致的想像 所以你去參加那個人 基本上都是高決議的分子 就是大概 一百個人都會去嘛 但是其實我們在 綠色人民在 街上跟他對話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我也常常覺得 哇 怎麼是你這麼白癡啊 怎麼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想法 因為有人會說 哎呦 這是要不要用環保 就是 少用塑膠袋 就做到環保啊 然後你支持你幹嘛 就是之類的 就是這樣環保問題解決啊 然後 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 這麼怪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發現 其實 其實那是因為 我接觸的人都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想法比較 簡單來說 就是精英分子 所以我很 很少會去跟 比如說社會女子的人 去對話 但是你不要對話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其實 你自己的想法 是有很多的那個 局限的 對 然後你透過這種 直接對話的方式 你也可以去讓他 呃 去 不管他有沒有捐款啊 你也可以讓他 他去 呃 了解說 比如說像 文律設備 你聊到說 反正的 疾破性啊 那如果是 你透過這些對話的方式 你可以讓這些視頻 去瞭解說 台中市的利益遲到的是什麼樣子 台中到底存在的是什麼 因為其實像我坐在台中那麼久 你問台中市的利益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對 然後 我覺得說透過這些對話的方式 你可以讓 呃 不管是 這個MGO 或是 文律設備和你的話 還有更多的 呃 就是 你更多的時候 更多做行動的那個 idea吧 對 然後其實真的 你要做一個好的行動 真的是要 要 就是你要有很 很強的那個 研究調查 比如說像 綠色和你沒有什麼多強 就是因為他在 他在 他在花很多的那個 經費在做研究調查 然後他的行動 他非常的那個 非常的 有power 然後 他的行動有power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後面的支持的人數多 然後他的支持的人數多 也 也去建構出他很強的那個 很強的裁員 所以他才有辦法進入 今天的成果 然後其實成果是很重要 因為我在街上 就是有時候 我忘記跟大家 跟民眾提成果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大家在台灣其實很少人知道 綠色和平 然後結果我說 他就是說 哎 這個組織好像不太有名 然後我本來就嗆到說 是因為你國際官不夠 哈哈哈哈 沒有 對 那其實 其實那個 其實會這樣也是 因為Greenpeace 因為他剛來台灣 大概 大概 大概才第五年 其實他在 最為人詬病 就是他跟在地 他沒有人家民族 所以說 我們其實 Greenpeace現在也是 想要踏出去 比如說跟 像在台中 去辦一些甲鑄 讓大家跟人的表現 就不一樣 對 對 簡單分享 好 對啊 其實因為我剛剛 等一下分享 那個Greenpeace的經驗 比較靜音式 但是 你說 有時候我們比較從 靜音角度 因為我們平常有 同溫層 還是什麼 其實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回歸到 說人跟人 最基本的互動 今天 你看到那個人的時候 你不會先說 欸你台大畢業 你不會先問這句話 你一定先說 那你吃肉 還是人跟 我們還是回歸到 人跟人生活當中的互動 你不會說 欸你是醫生嗎 欸你是工作室律師嗎 還是什麼 你不會先去問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會 我們回歸到人跟人 在討 我所謂的神義民主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回歸到的角色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未來 有一筆好名畫的 這個行動的志工 他真正去到街頭上 跟人家互動的那個過程裡面 他是可以去傾聽 各式各樣不同 對於 呃 這個城市想像的意見的人 我們把他的角色定位 放在這個層次 然後他去傾聽 呃 市民的想法 跟心聲 同時也傳達我們的訊息 告訴說 那 呃 你針對這部分的想法 我們當然要透過一些設計 就像你講的 一些research 那 透過這個設計 我們去傳達我們的理念 跟我們的想法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要求來 人家來支持我們 然後像你就提到說 欸 比如說Greenpeace比較大的組織 啊 比較 裁員豐富 像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要做好名畫行動 我不會客氣跟大家 叫大家捐錢給我 因為大家說 啊捐錢好俗氣 你們這個做 非銀利組織 你們做的 就是好像慈善師也沒有內 齁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人來支持 然後 我們需要有人支持 出錢也要出力 他才能成長 就是我講 帶動組織的成長 齁 我從來不會覺得 啊 談到錢俗氣這樣 沒有我們應該要很多的錢 我們要很多的捐款 捐款表示說 我們組織在成長 然後這筆捐款 應該是透過一個公開的 透明的 增信的過程 讓人家知道 原來我這筆錢是用到一個好的地方 這樣我為什麼要擔心說 錢很多這件事情 我也不用擔心 然後同時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每一件事情 他會有 他的某種的 這應該要怎麼講 他的可以 他可以容納 就是說 他做這些 你要知道說 你的能力到多少 或你需要的資源 應該要到多少 你不會多要 你會知道說 但是我至少應該 需要到多少資源 我才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Compacity 對 所以 就是你應該要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是我 我也會這樣做 還有誰想要回饋的嗎 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些問題 好 這邊還有臉會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先講你們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在場哪些 各位哪些是學生這樣子 就是 是學生的話 我想討論的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我們看到那些公民運動有沒有 主要的參與者都是學生位置 OK 好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 當你還是學生的時候 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可以參與這些公民運動 可是當你出了社會之後 有了職業 你的休假可能不是這麼的豐富 你在公民運動上面的關注的議題 就會稍微的熱情會慢慢的解弱 像我個人的職業是廚師 應該是 就是這樣子 休假本身並不是很多的 所以說在於說如果我在上班以外的時間 我要再花費在當屬學生時期 能夠在公民議題上面 能夠關注這麼多的熱情 是很困難的 所以說當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在工作的時候 碰到你所需要關注的議題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想一下你在學生時期的初衷是什麼 那個是可以讓你保有 對各種議題的熱情的一個關鍵點 因為我本身工作的關係 所以說其實也是很能夠來這個地方 所以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出社會之後 同樣當學生跟在社會工作上的那種 關於公民議題關注的情節很不一樣 是 好 參與的狀況是不是 剛剛這邊有兩位同學問 那先請 你先講 跟我主要問題就是跟 就是剛才那位朋友有相關 就是我主要問題就是一句話 如何突破董事長 這我覺得是很關鍵 因為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也是出社會 我現在還在找工作 我是算待業的 對 那我的 因為我讀的科系 我舉個例子啊 我很多同學就像剛才那位 不能講 就我的同學 比較像是社會上的 對 我來錄音 就是自己的例子 我就說是在高科技方面 高科技那些人 就是我的同學們 是比較 相對比較就是 我們來說年輕台灣的人 他們即便是有這麼優惡的這種人 大部分人即使不太會 即便他在 因為其實工程是很累 他們在禮拜六會有血汗 就是對 他們也是血汗出在 就是不會有太多的心理想要去參與 即便他以前 當然 我會說整體 可以說少數人也許 他之後就是 還是有少數人 有任意願 對 那我是想指出這個 就是如何去突破同誠 因為像今天來在場的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 這樣都是青年人 其實我會覺得這個行動 其實我是滿 就是滿想support的 那我的主要核心問題 就是如何突破 就像會說青年外 對 像我就是在台東省 就是我 就是 他說你要在你的社區 如果人家社區 就是 居民結構是比較老 老年化的之類 你的做法也不一樣 對 對 那我的問題 就是何解 就是我回去突破 那我當然就會去做 就是你可能年輕人 去面對老年人 也要去拿著 有時候背著 好眉口號的旗子 然後去面對面講 然後你就會收到老年人的質疑 對 對 對 這都很直接來 就像剛才劉武棋池 朋友講的來 就是他會回應那個 這都是正常的 對 那 我是說 就是 就是 我和諧不解決 如果突破同誠 然後如果把 如何把社會上 沒辦法 採用或是說 相對參與醫院 不要脫落的那些社群 所以我們就是 那個範圍 然後慢慢的把大街 我先給你講 是三十七還是四 四十七 然後 我剛 我要一直誇張的是 綠色和平 就是 因為我是高雄人 然後 我自己覺得 綠色和平 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遙遠 我覺得那是一個 在我體驗到 我覺得蠻近的 因為 他們會在捷運站 或是 嗯 有活動的場合 就會在旁邊尋到 所以我覺得是蠻親近的 然後就是 有時候我聽完之後 會覺得 離我生活會比較遠 因為可能在講 生態那麼 北極的 兵 小事 我可能到今年 台灣真的很冷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感覺 這不夠localized 不夠在地的話 對 不夠在地的話 我覺得會跟 如果跟我沒關係 我只是覺得 我可能做的好像 也沒有改變 對 那這是一個點 那我另外我想要回應 剛剛那個 學生運動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都是學生想家 那我其實不知道幾家學生啊 那以我為言來說 嗯 像我去年我去第一場 就是 翻課班 就是黑箱課班 這件事情 那我那時候心裡的想法 第一個是 其實很直接 也是很酷 就是覺得 有一大群年輕人在那邊 那我也想知道 其他年輕人是怎麼想的 然後我想知道他們 呃 跟我有什麼差別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想 大家很多年輕人會去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有一部分 是因為自己 還年輕 所以很多經驗不足 所以想去看一下大場面 這是一個點 對 那第三個就是 呃 一種奴隸感 因為我們在學校 公民課本 也沒有學到很多知識 但是 好像發現 說 投票可以改變社會 然後但是實際上 看台上的政治人 我好像覺得 根本沒有用 就是 雖然我們學到 呃 正確的公民知識 但是我們發現 這些知識 在台灣的社會 是沒辦法利用的 就算我們有投票群 我們好像以法改變什麼 沒有適格改變 這樣 那就會很無力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去看看我們可以做什麼 因為既然在 課本裡面學到的東西 只是為了考試 那我們不如還考慮街頭 我們直接用寫動去知道 我們可以做什麼 畢竟我們要知道什麼 這樣子 謝謝 好 欸我也想要回應一下 就是 其實我的觀察 就是觀察器 就是其實 一般公民運動 我的觀察其實 呃 分布的佔領值 跟在場是 比較接近 就我的觀察 其實是上班族 在參與日常的生活運動 會更 會更 會更多 因為上班族 他生活規律 因為大家可能其實說 欸從事公民運動 我要什麼 全心全意投入 無時無刻 下班以外我都要看 其實沒有 只要一個禮拜 播個兩個小時 或者是 甚至只要半個小時 或者是 欸就是 只是來跟大家開個會 那個都是 所以 在我 就是 呃 就是 在大家之中 我的觀察裡面 是上班族是相對 只是說 可能 突然有一波什麼 迫害什麼 進攻立法院 或反課港 學生的確是可以 在 他們比較 彈性的時間 嗯 什麼樣的職業 都有 就是老師啊 然後比如說 在場有一個 他可以即時而分享 好 好 謝謝 就是 為您學生 三一罵的時候 我是學生 我教你們 三一罵的時候 我是學生 那因為我知道我要畢業了 當然 可是 因為你 五六月就可以畢業了 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開始 知道說我要找 什麼樣性質的工作 因為我知道說 就像之前 剛剛阿華講的 那你不可能 五十五課都投入這個運動 可是 你下半週 你一天還有 五六個小時 可以不進食啊 對不對 那也不用說 哈哈 小心 也不用說 就是 你一個禮拜有 好 你一個禮拜有七天 對不對 你上班五天 那你每天 可能你下班週 你可以 好 上 上五天班 那你又是休息 好 那你一到五下班週 你可以開始規劃 你當然你有你自己 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一定要處理嘛 可是 好 我們這也是做罷免的 當然我們五天裡面 或有一天開會 然後跟規劃說 家裡的時候要什麼活動 那 比如說我們每個禮拜 都順利擺攤好了 那我們就會 把自己 六日的時間都 拿去擺攤 對 那當然 那是需要很多熱情 沒有錯 可是我們願意這麼做 那那時候 就是因為我知道 我六日要擺攤 所以我那時候就計劃性的找工作 要找一個可以 可以 假日休息的工作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想要 投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事先去規劃 然後 其實那時間都是 你自己可以規劃的 這樣子 對啦 就不用怕說為什麼 我想要參加公民運動 可是卻又不能跟 我的工作進步 這樣 嗯 好 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 因為很多人討論到說參與公民 參與公民運動 大部分都是學生 可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刻板的一個概念 因為參與公民運動 不一定是局限於哪一群人 就像你是廚師 而且我覺得也不一定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 當然就是我認識的 就是參與公民運動 他確實是花他生活中 大部分很多時間去參與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 就是花那麼 就是感覺起來花那麼多時間 因為我們覺得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活 就是要關心我們的公眾事物 所以就是 當你踏出去的那一刻 你就覺得你在參與這件事情 那就是 跟你的生活是分不開的 對 那其實就是我認識的有很多 就是大部分有學生 然後也有上班 那各種職業都有 是不侷限於哪一群人這樣子 哪一些職業的工作 像我本身的話 我比較 我是很相反的 就是我不是學生時期 我讀的是哲學系 可是然後我的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有很多同學 他們就是在參與社會運動 可是那時候我在研究所搜羅 是一個默不關心的人 對 我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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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在社會上工作之後 才開始參與公眾運動 就是說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人才有進來 不一定是局限於哪一種人 那我覺得這就是 一個循環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我們普遍大眾都覺得說 只局限於哪一群人 或者是哪一個特定行業 譬如說 有錢有閒的人才可以去參與這個運動 或者是說 只有學生 因為學生他 就是有 他有很多時間可以自己安排 所以他才有時間參與這個運動 可是實際上 不是這樣子 對 好 先就回到我剛剛一開始 就是 我認為 其實 我想表達的並不是 時間這個點上面 而是說要保持熱情 是 對 因為當你生活開始繁忙的時候 其實那個熱情是很容易被消磨掉的 那至於說 時間多寡 我覺得其實 並不是會影響到你關注這個 整個議題的熱情的多寡這樣子 這是我想表達的事情 好 那我稍微 做一點那個回應一下 好不好 那 其實 因為我覺得說 不管你的身份是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 我剛剛一開始講 市民 對不對 你跟我 你我們都是 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市民 那其實他就不會因為你是學生 或 什麼樣的工作身份 你是學和工程師 還是什麼 有些不同 而是說 回歸到說 談好評文化行動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一直講 擴大參與 所謂的擴大參與 他就回歸到說 我們所設計出來的方法 是不是容易參與 也就是說 可盡性 搞不搞 剛剛有一位 那個 宗教大朋友講說 那個 Greenpeace他覺得很親近 可是 議題的話 不夠在地 所以 我們 我們是屬於一個很在地 出來的一個 社區型的一個團體 我們從在地出來的東西 關懷的核心價值 都是從在地出來的 可是 我們關懷這塊土地 關懷這塊 這個世界上發生了 各式各樣的事情 但是你又想 啊 這公共事務 有人聽到 就跟他 所以 問題來了 我一定要去跟人家 面對面的時候 我想要問一下 你關不關心這個 PM2.5 我需要先講這件事情 不需要 我應該用另外一個 可盡性的方法 來告訴他 為什麼 PM2.5這件事情 很重要 或者說 為什麼 我們要透過另外一個 要轉一個 玩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 就是要透過面對面 所以 然後包含參與的方式 要很多種 比如說 就像你講 我想要參與這樣的一個 志工 或這樣的一個組織的時候 他的參與的方式 是簡單 容易入門 而且多樣化的 我可以 一個月 我如果覺得 我很有錢 但是沒有錢 我就是一個月 只有捲一百塊 我也覺得 我就對於這個組織 有參與到一些 可是我同樣的 可以參與到這個組織裡面 各式各樣的事物 我們需要 不管你是上班族 或學生 我們需要 不管家日或平常日 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不一定是 我們當然會選一些人多的地方 我不一定要去市民廣場 剛剛有人講 可能就會覺得 去市民廣場 都中產 那我可不可以去菜市場 我們在第一廣 廣場這邊 我們就應該在第一廣場 那周邊 去先跟我們這在地的居民 彼此互眾溝通聊天 誰說一定要去跟路上的路人 我們在地的社區裡面的所有人 都是我們的對象 需要來支持我們 我們可以去第二市場 可以去到第五市場 我們傳統市場也可以去 我們不需要局限在說 所謂的 我們這個同文層的 我們不需要局限在說 只有文青去的地方 類似這樣 當然我們也要去啦 就是說我們 我們要做的事情 如果既然我們設定是草根工作 你就面對的是 什麼樣的人都會 你會看到 所謂的我們講 泛夫走足 也會看到那種什麼 學者什麼叫做 都有嘛 可是難道學者 就不需要再精進他的思想嗎 我們也看到一堆蛋豪的學者 不是嗎 對啊 所以說獨立思考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不是因為局限在於 我們的階級 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職業 而有所差異 每個人都需要透過不斷的思考 進步 但是這個東西 我就說我們會透過 比較好的包裝的方式 我今天如果說 欸我來跟你談一下 我們台灣的司法改革議題的時候 可能來的人會有十個人 可是我說欸 我們今天來開個那個 推理的小說的讀書會的時候 也許會來二十個 甚至三十個 五十個 但是我也許透過這個讀書會 我是跟你講推理小說 沒錯 可是我要告訴你說 如何寫出一部好的小說 然後為什麼 你要寫出一部好的 你要必須先來了解 我們在地的思法的狀況 要 不然你要怎麼寫 對啊 對啊 我要親自帶你去到法院 法院裡面去觀察 你才知道台灣的法院怎麼運作 我裡面憑空寫出來的東西 你放文三嗎 對吧 不是嘛 所以這些東西要 但是我要 其實我要告訴你的 是這些事情 是不是司法改革 只要帶你去法院 帶你 可是 你來的目的 不是因為司法改革 那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好 這樣了解 所以 我說透過 我們要 我們要講的背後方式 是進步意識或價值嗎 這是進步價值的 我不需要真正 原封不動的轉換 告訴你 我要透過另外一種形式 來轉一個彎 來跟你講這些事情 好 這樣大家可以嗎 好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然後剛剛 像他主要講到 是如何 持續自己的熱情 對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 有點道德要求 就是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是用 自己舒服的方式來參與 我這個月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參與這些 其實不論是上班啦 學生 大家都會有自己 對於某種層面的可能性 心理疲憊 其實什麼什麼的 那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就是 以自己舒服的方式 去參加任何議題的行動 就可以了 所以 中領有講到 就是為了這方面 就是他 呃 組織的活動的設計 也是很重要的 如何透過這個多樣化的設計 去減低大家 對於那種異物啊 那種 的那種 壓力的感覺 對 然後這邊還有人想要分享 然後回答他剛剛就說 就是工作後 就覺得自己沒有心理去做 可是因為今天好名文化 他是講一種生活政治 就是你在平常的時候 我覺得你在平常生活的時候 你就是做各種選擇 然後我們現在是要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 那不一定是說 我們一定要出去抗爭 或是像他講說家日擺攤 因為我知道有些廚師很忙 可能你根本一個禮拜都沒有休假的時間 那就是像之前面移的行動 就是你 你有時候像我家都會喝牛奶 那如果 如果我在家 我跟媽媽買點心的 我就不喝 之類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啊 對 然後 然後比如說 你 呃 去買菜的時候 就一直 因為主部門去買菜 就會拿一個塑膠帶回來 然後我覺得跟我媽去菜市場 我就強迫她一定要 用我帶的那個購物帶 對不對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生活政治就是社會運動 這就是一種生活上的經驗 對 我覺得不一定說 一定要到時候 我們一樣去擺盤去跟路人 講我們的理念 而是你在生活上 你跟你的家人父母 就是去討論說 為什麼做出這個選擇 然後你可以來認同我們 我覺得這已經 已經比較入門了 對 就是從擴大參與到回歸個人的意思 然後有錢入身都有 其實部分人 非常的有問題 因為在做年輕語 應該那個 那個小學走以後 應該是 那我人是最大的 那其實我整個在參與 整個公民運動 我們那以前叫社會運動 我應該我最早 我二十幾歲 然後到 持續到現在二十幾歲 將近三十幾年的時間 從整個建議師起到現在 那我想跟你講的 那個你說上班啊怎麼樣啊 那個沒有時間其實 對 那個其實都不是問題 我常常講 就算你是學生 你也可以 你可以用你課語的時間 包括你在上班 比如說 我比較上班 這階段比較麻 但是我在比較忙的中間 你還是要去看電影 或者教你朋友 或者指辦 或者要處理 其實你撥一點時間 集中在某一點 你比較關心的事情 或者你比較專長的事情 去參與 去做就好 其實 我在講我個人經驗 其實我跟年輕人 接觸大概從2012年 把美女人灌 灌之前 其實跟我一起 在街頭運動的 年紀都變得大 所以在2012年以後 要跟年輕人接觸比較多 一直到大福 大福和苗清嶺不再聽過苗 那他們要清楚說 有一組年輕人 有當時去由陳衛廷號召 這些年輕人 從2013後來我們 張雅航被拆以後 我們 我其實 有這些年輕人 還有我們 很多在大福認識的一些 上班的年齡 大小不一定 但是 到現在2016年 我告訴你 禮拜三 是大福案的變問題 我們 當初 當初 把 把這些 其實當初很多是 隨時沒有錯 但是經過 從2013到2016 到前天 其實 我們在台中法院來的 相當 百分之90以上 就是我們2013那一批 捍衛 和苗清的人 當然 就中間有很多人 各名書 或者上班沒有來 都沒有關係 但是 我要講的說 他們70年多人 我認識很多年輕人 那現在已經回到 可能回到互相 去做相關的公民運動 或者 或者在上班 他利用很多 極小的時間去做 包括 其實 你要做的事情 不會因為 你餐禮公民運動 而消失 就以台中來來講 像台中 不知道 聽 剛剛有聽過前面八人 有沒有 前面八人 他們出去 你大概以為你們是學生嗎 其實我知道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不是學生 就是假學生 因為他們 我們要說明 我們是因為做了運動之後 才被以為是學生 所以做運動會變年輕 對阿 我們在街頭 因為都是我在拍 我知道 然後 他們追誰 就怎麼樣 我說 他們不是學生 他說 他有跟他騙你 就看他那麼少人 然後 他們 我中間 包括我在他聊天 還是在全法媒 我所知道 其實很多 這麼這些年輕人 下班時間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他們 其實他們很多人 也是在中間的談戀愛 對不對 他們一起做很多理由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什麼事情 不會做 包括你是神當人 包括我去參與那個神當夫君 我也看到有幾個年輕人 你都是年輕人 你都會在參與 其實你老一輩 你只要去接觸他 你要有很多事情 只要你去做 做你去接觸 其實你 你會得到相關的互動的經驗 其實 你會來 你看 我其實我跟 雖然我是幾歲了 很多年輕人 是很和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在互動 有互動他們了解我 想法 我也了解他們的想法 所以其實一直做事情 沒有那麼困難 其實只要你去做就好 包括你 比如說你一個禮拜 可能只有一天 可能兩個小時 你把 好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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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來講 其實拍照之前 我寫拍照 不是為了 社會運動 就是說 因為 我們小時候買不起 當然不能拍 然後我長大 當然有一點機會拿相機 好 剛好 我參與社會運動之前 沒有拿相機 後來因為 在很多街頭 就我們 一些媒體 要有一張相片 兩張相片 就會多說 說實際上 是完全 那你別的也送 我拿相機 這樣是這樣 原因是這樣開啟 我的相片 知道了 你知道 只要我看了相片 全部 就不用怕了 沒有感覺的問題 只有 只要我們 你是在社會運動 你在公民運動 只要是 這件事情 對於整個社會 有好處 我 剛好 我有相機 我剛好可以拍 相對的 你可以寫一首好字 你有一些 在整個 參與公民運動 你有一些 想法 其實你可以 透過這個行動 你可以 發揮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是 據我這個 埃兆爾為例 就是 我 我不是幾歲了 其實 到現在 根本還是參與 要不然你們可能不知道 部分你們知道 在這兩年的 很多公民運動 其實我都在第一線 第一時間 在參與 沒有那麼困難 我希望你們 在座很多人 也有機會 大五十幾歲 還跟我講同樣的話 做同樣的事情 好 謝謝 可能家瑞大哥 不認識大部分人 可是我們大部分人 都會在現場看到他 對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最後再開放 這個問題 好 我個人覺得 今天我算是聽到一個 很棒的 那個行動的概念 像 我個人就覺得 像這種行動 例如說 就不必 只是局限於學生 或者是上班 像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就 例如說 例如說 剛剛講到的菜市場 或者是 公園 那些公園 在旁邊閒聊的 那些 阿伯 你就可以 就是試著去 對於他們 然後讓他們 對於 這個概念 一開始有興趣 然後 有機會讓他們 開始動起來 那個 你整個城市 就會是一個 很棒的進步的力量 這是我簡單的 回饋 這樣子 謝謝 好 這是我覺得這兩年來 比較有趣的一個脈絡 就像剛剛 最前面這位大哥講 就是現在網路上 很多文章論 問台 想想 提一提 然後什麼傳媒的 就是大家在網路上 就會看很多文章去思辨 可是思辨之後 然後呢 就是 要怎麼進到行動面 然後不知道在投票日以外 我還可以做什麼 那就是我們這群腦中 已經有好評文化思想的人 就是進到這個 行動面來接軌 對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來 來聽這個講座 我要接運 我要接運 就因為很想接 欸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接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剛剛 因為家瑞大德他提到那個社運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本身 過去比較都從事社運動 社運動政治運動 那也是因為從事社運動政治運動的過程 讓我看到說 我們其實原來距離我們的草跟社會 是這麼的遙遠 我們真的距離我們人民這麼遙遠 我們有很多很好的改革的想法 可是這些改革的想法 到底要怎麼去轉化才讓一般人 真正可以遲到去了解 那 呃 可是同時我又不會因為 從政的關係 或從事政治運動的關係 而變成需要去委屈求全 因為我覺得人民是可以被說服的 如果我們提出一個主張 而且這個主張你可以講出一個道理來的時候 我覺得通常 大家是可以願意好好靜下心來討論事情 靜下心來討論說 畢竟我們有什麼不同 我 是我揭露一下好了 大家可能聽到這個 你就可能大概有一半 應該會先走 我自己 我是廢死聯盟的職位 廢死零推動聯盟 在台灣被受到各式各樣的攻擊 可能包含在座各位在網路上也會很不爽 說你們到底要主張這幹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價值主張 那當然是由我自己的一個 既定的一套哲學看法什麼的 價值判斷 可是呢 在這件事情上我也覺得 剛好我們就可以看到反映到 台灣社會原來是如何的不講理 所謂的不講理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你這個很糟糕 所以我把你當作道產人射箭一樣 所有的箭都往你身上射 其實我覺得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天做這件事情 我這個主張 我今天2016年才主張這件制度要改過 而且我也從來不會去主張說 我們進 520蔡英文三任 馬上從來沒有人講這種話 Face林檬也沒有講過這些 那我們需要是什麼 我們需要好好坐下來 把事情講清楚 討論清楚 原來你對於什麼事情特別重視 那我對於什麼事情特別重視 原來我們當中有 我們其實都重視被害人的權利耶 原來我們有共識的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只是差別在我們 覺得對於保有這樣的刑法制度 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個刑法制度 因為反正現在台灣有死刑的 我又沒有說我現在馬上廢了 但是我希望要廢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你如果覺得不要廢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社會應該是要這樣去討論事情 就好像我坐在這裡 如果可能我坐在網路上 可能又會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你在網路上你就失去理智 然後就開始射箭 那可是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還要包含像在哲午這樣的地方 包含我們以後透過好綿文化行動 我們希望大家透過人跟人之間 面對面接觸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工具真的很方便 方便到我們忘記如何去跟人 做面對面的接觸跟相處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那個最原始 你覺得最不進步 然後最沒有效率的方式 可是因為我知道它是最沒有效率 可是我們應該好好把這件事情 老保持是踏實地做好這件事情 踏實地做好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再害怕台灣 自己會變成被一個孤立的一個小島 我們是好國好民的 不是嗎 好就這樣 謝謝